中間派的那些人來講 會覺得這個組合是還可以接受的 柯文哲是正的 我會投 如果會有一正的 我應該不太 藍百合 侯柯佩 柯侯佩 誰當正的 誰當富的 年輕人很有意見 因為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自己也說民眾黨的選民結構 高達85% 都是大學以上的年輕人 60歲以上只有3% 如果是侯柯佩 可能投不下去 你要叫這一批人去投國民黨 真的是很困難 這個是事實 柯文哲需要對他的支持者 就是需要說服他們 為什麼會做出 就是這樣子的條件談判 柯文哲很容易當富的 民眾黨是最著急的 如何說服支持者 把票投給侯柯搭檔 成為柯文哲藍白合遇到的 第一個難題 因為藍白確定合作後 柯粉們崩潰冠爆臉書 大喊失望 不能接受柯文哲當副手 讓他趕緊信心喊話 我們看過民調的都是 都是柯文哲贏啊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有信心啊 像柯粉喊話一定會贏 卻又擔心萬一輸了 很難說服支持者 柯文哲態度前後矛盾 不過包括黃珊珊 陳志翰等核心幕僚 傳出反彈 甚至打算請辭後 柯文哲也坦承是自己一個人 推翻黨的集體決議 沒有我跟你講喔 這個我也在反省啊 侯友宜同樣也要花很大的功夫 去說服自己的支持者 我想這是兩邊都要做的功課 兩邊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不可能一加一大於二 畢竟藍軍都已經在動了 而你民眾黨還在哭哭啼啼 所以我覺得 昨天民眾黨在第一時間的表現 是不對的 柯文哲藝人決策 引發黨內爭議 就怕沒有思考清楚 有反反覆覆 流失掉幕僚 以及支持者的心 最後落得兩頭空 歡迎新聞的周成人 蛋全來在台北採訪報導